2019年播出的人气台剧《想见你》日前宣布翻拍韩版 就受到许多粉丝的期待 后来赚男女主角有望 安肖谢宇全乳宾担任 引起不少讨论 近日男二 俊杰的选角人选也曝光了 就是我们衣袖红香的绿茶男二 呜江薛啊 Photo from想见你FB台剧《想见你》游柯 燕、许光汉、施博与主演 剧情讲述2019年的女主角在去交往多年的男友后 凭借着思念回到1998年 灵魂越成另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并遇到她世事男友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孩 在种种谜团复杂交错的时空之中 尝试改变过去和未来的运 Photo from想见你FB 想见你结合浪漫爱情 奇幻穿越 悬疑 耸题材 开播之后就在台湾引起广大回响 之后气更延烧至海外 在韩国也大受欢迎 据说这次拍韩版 许多韩国数一数二的电视台和电视剧 做公司们都为了版权签约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韩王也多次票选李自为 陈韵如 莫俊杰的出演 选在网上拥有很高的讨论度 Photo from想见你FB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韩版想见男女主角目前由安孝谢 全汝宾讨论出演中 安谢有望饰演黄宇轩男朋友王全胜 李自为 只要关于她的任何事情 不用她开口 全都能帮她打好一切 她的世界就如同公传的星系 完全以黄宣为忠心打转 而全汝宾则有望饰演黄宇轩 陈汝 是个从不勉强自己接受不喜欢的事情 勇敢求梦想的女孩 但在交往多年的男友王全胜离她后 即使表面装作坚强 却还是无法掩盖失去 有的伤痕 Photo from想见你 FBPhoto from Never 而近日剧韩媒报道 有演艺圈 观人士透露 江勋将加盟韩版想见你 也就是心 请来我身边 而随后江勋方面后来也证实收到 剧本正在讨论中 据悉 江勋有望在剧中饰演男 莫俊杰 是一位在1998年就读高三的学生 由屋带着 听气感到自卑 直到认识李自为后才逐渐打开房 一直暗恋陈韵如却不敢告白 后来透过李自才和陈韵如变熟 三人更因此成为了好朋友 Photo from NBC Photo from NBC Photo from Never 将凭借衣袖红香边的男二尖斯书洪德荣获得许 关注 该角色表面帅气温柔 其实内心冷漠 善于 即为了将男主角捧上王蔚而不择手段 更多次 女主角争宠 被观众笑称是男版绿茶 不过日前 薰出演综艺节目 展现了呆萌无厘头的反转妹 这次出演单纯的莫俊杰倒也很适合啊 不知道家觉得如何呢 更多相关文章 弯笑谢 全乳宾友 主演韩版想见你李自伟与陈韵如 韩网期待落 没CP赶网机推韩版想见你候选名单 颇恩斌 蔡忠 崔贤旭呼声最高经见名主持人众人笑翻想见 韩版欲想选角 网友亲点朴旭俊 申慧善 许康俊 谈时空三角链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